来关心国内新冠疫情 昨天通报2425宗新增病例 是近一个月来最高 新病例当中有8宗是境外输入 许安娜的新病例最高 也是唯一破千的周数 报1055宗 排在第二的吉隆坡新增515宗 槟城位居第三一共有148宗 昨天全国新增4宗新冠死亡病例 一人送院前死亡 同一天有1550人痊愈 国内目前的活跃病例有27026宗 其中96.1%的患者居家隔离 将近四成的患者住院 30人在加护病房 16人需要插管 1c1 2c1 1c1